今年台北低檢署傳喚藝人黃紫嬌道案說明 而稍早黃紫嬌已經布幕北檢了 現場最近狀況連線記者林魂慶 魂慶請說 主播持續帶大家來關心藝人黃紫嬌 那麼在6月的時候是遭到部落客爆料說 曾經在多年前的時候涉嫌對他強吻 甚至強制拍這個不啞照的部分 那麼當時引起社會軒然大波 包括演藝圈還有社會各界都感到相當的哗然 那麼事後呢他也自己在這個粉絲專頁上面 透過三支的影片呢 來坦承多年前曾經有這樣子的行為 而且疑似還情緒失控 爆料其他藝人曾經的一些黑歷史 那麼隨後就傳出了有這個送醫的一些狀況 那麼在出院之後呢 這個持續的神移 那麼在今天下午 他首度的露面現身在台北地檢署 這邊來進行徵訊復訊的一個部分 立刻下載靜新闻app 一手掌握新聞時事 靜善靜美 靜好新聞